今天是6月1日,Malicia Total Lockdown的第一天 暂时看起来路上的车辆是少过之前的MCO 3.0 但是还是有车辆在那边走动的 估计这些应该是Essential Service的人吧 因为不是Essential Service的那些公司已经不能做了 全部一定要work from home 只有medical,然后那些gorsery,吃的 shopping mall也不能开,shopping mall只有它的hypermarket可以开 这样看这些人应该是either是坐公司 或是去买那些Essential Service的人 蛮惊吓的路上 so far都走了一段路都没有看到警察的reblock 因为昨天的新闻讲他们有放很多reblock so far都没有看到 可能他们向近人民会有自动自发 自己去隔离不再像之前那样子 要reblock他们才会乖乖的在家里 这样子走来一段路都没有什么东西 直车辆的确是少了 让我们看看现在Texco的car park 很少扯下 不像之前在6月1号封城之前那样 那么的疯狂全部人过来排队买东西 现在就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啊 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的急着呢 急着去在6月1号前就一定要买完全部东西 现在买也不吃啊 因为买东西不是被禁啊 我们可以出去买东西的啊 奇怪 所以有时候不明白那些人民啊 因为什么心态在想的 我 你真的这样急嘛 现在封城又不是打仗 打仗另外讲啦 奇怪 很奇怪 等下我在里面的时候 顺便拍一拍那边的人潮 但是我应该不会 在那边讲啦 因为我好运 来快转 不然的话好像很闷这样太长 好 好 其他的商店全部都没有开 只有赤的 跟Tesco有开了 还有法马系这种Caring的就可以开了 在Tesco买完东西了 现在 回去吧 因为都没有什么东西好做啊 外面的东西也没有开 只有赤的 赤的又不可以dine in 没有什么必要留在外面了 还是乖乖的回家 希望这次的MCO比较短一点啊 不然大家在家里应该会避风的 像上一次 那个两三个月 是投资的 是有点 精神不正常的感觉 好像给人困在一个地方 很难想象 如果做电脑线到底怎样 因为我们还有电话玩 还有电视看 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做 不明白 所以真的是人不要做坏事啊 真的是进监牢的时候 就真的是勾力 还要是勾勾力啊 好啦 今天我录到这里了 一样的 有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进步的 或者你们想要看这样的 一些情况的东西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跟着你们的要求来改一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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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